2024年12月11日药文严重恶化 12月10日卫星照显示 中国海军各式舰艇出现在巴士海峡区 大规模行动高度戒备 台湾海军海巡各舰艇全面监控 另外云层覆盖地区可能会更多 也可能包括中国海警 美国印太司令部海军上将帕帕罗 Samuel Peppereau表示 俄罗斯与北韩达成协议 俄国提供MAKE-29和SU-27战机 以换取北韩太丁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斗 在叙利亚内战后 维吾尔人武装部队拿下一处政府军的弹药库 宣称要准备用这批BM-21火箭弹对付中国 让每个中国人见证真主的伟大东突建国 这里是叙利亚拉塔基亚军港 在昨晚遭到以色列空袭后 大量的叙利亚快艇被摧毁 几乎是苏联时期的OSAI和OSAR型飞弹快艇 乌克兰第12旅亚索军团突击俄军阵地 位于纽约镇区 泽伦斯基表示 10至12个爱国者飞弹系统将负责防卫乌克兰空域 他表示 一套系统耗资15亿美元 请从俄罗斯资产中扣除 将耗资300亿美元 会完全防卫乌克兰整个天空 叙利亚反抗军指派巴西尔 Mohamed Bashir担任过渡政府领导人 直到明年3月1日 首度发表演说表示 现在该是让叙利亚维持稳定与平静的时候了 据 《华盛队邮报》报道 乌克兰上个月派遣20名无人机操作员 配备了大约150架FPV攻击无人机 协助叙利亚反抗军 西方情报认为 乌克兰无人机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当中 发挥了适度作用 台湾区域安全通报 国防部通报 中国解放军9日起至11日 在中国浙江福建以东一带空域开设7处保留区 自昨天上午6时至今天上午6时 征获中国军机53架次 其中23架次于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 西南及东部空域 征获军舰11艘及公务船8艘 总计中国72机舰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出售F-16保障设备和后勤 估计费用为2.664亿美元 执行这项拟役的销售 不需要向乌克兰派遣任何额外的美国政府或承包商代表 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空袭影片 空袭拉塔基亚海港的叙利亚海军舰艇 苏联时期的OSAI和OSA2型飞弹快艇 各6艘全部被摧毁 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 叙利亚海军已经全部被摧毁 乌克兰海军获得美国支援的岛级巡逻艇 已经在黑海沿岸 不易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 在叙利亚拉塔基亚一处清真寺集结和演讲 介绍他们自己是谁及自己的故乡东突厥斯坦 他们将在不久时间回到故土并 重新将窃具70多年的中国赶出去 乌克兰无人机飞入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的列游场 发动攻击 泽伦斯基日前提到的乌克兰版巡逸飞弹 Ruta正进行测试 是由欧洲航太公司Destinus研发 Destinus开发 成本低 弹体小和高速能力 成为执行各种打击任务的合适武器 美国制裁效果显现 中国11月对俄进出口双双大幅下降 中国海关周二12月10日报告说 11月份中国对俄罗斯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 令人意外地出现了两位数字的下降 较10月份强劲增长24%相比 可谓严重恶化 这是最近4个月来的首次下降 11月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量同比下降10.5% 这是从今年7月份以来的第一次下降 以人民币计算 上个月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跌幅为7.4% 比10月份4.3%的跌幅大幅恶化 双边贸易总额为1459亿元人民币 约205亿美元 环比降幅约5% 以美元计价 中国对俄出口的跌幅为2.5% 进口跌幅为6.5% 不过中国海关周二公布的数字中 没有包含进出口的细分数据 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 12月4日表示 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活动遭遇的主要障碍 是相互支付结算 两国的中央银行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受美国制裁的影响 中国买家和中国银行都不愿意与俄罗斯 进行直接的货币支付 以规避西方制裁 上个月 一家在中国上市的日本电视机制造商 告诉路透社 由于与外国供应商的零部件付款问题 其位于圣彼得堡附近的俄罗斯工厂 停止了生产 美国在今年6月 8月和11月 连续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 制裁范围涉及金融 能源 矿业 电子 科技等许多行业 今年前11个月 中俄贸易总额为 2227.75亿美元 同比增长2.1% 其中 中国对俄出口 1041.96亿美元 增长4% 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为 1185.79亿美元 增长0.4% 俄乌战争是中俄贸易的加速器 2022年2月 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 俄乌战争爆发 当年中俄贸易 从2021年的1470亿美元 预升至1902.7亿美元 2023年 更是猛增至2401亿美元 涨幅26.3% 提前实现了 双方在2019年 确定的双边贸易翻番的目标 与此同时 美国和西方与俄罗斯的贸易 出现断崖式下跌 据欧盟统计 2022年 俄罗斯和欧盟的贸易总额 达到2580亿欧元 创8年最高纪录 但2023年前11个月 俄欧贸易额同比下跌66% 为825亿欧元 目前 俄罗斯在欧盟进出口中的份额 已经无足轻重 还不到2% 美俄贸易同样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2021年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为360亿美元 2022年 降为161.6亿美元 降幅超过55% 2023年 美俄贸易额下降至52亿美元 连战前数字的零头都不到 跌幅高达86% 此外 日本对俄贸易 也从2021年的208亿美元 下降至2023年的80亿 降幅超过40% 韩国与俄罗斯的贸易总额 在2021年 为272亿美元 到2023年 只有150亿美元 跌幅45% 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的数据 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中 已经没有了西方国家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 12月10日表示 只有采取果断措施 才能结束俄乌战争 实现持久和平 基辅方面称 泽连斯基将在本月欧洲 合作伙伴会议上 提出邀请乌克兰 加入北约军事联盟 以及安全保障的问题 泽连斯基在社媒体 X平台上发文提到了 他日前在法国巴黎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和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巴黎的会晤 他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 就是有关各方要共同努力结束战争 他对特朗普争取让这场战争 以公平的方式结束的坚定决心表示感谢 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还表示 他告诉特朗普普京害怕的只有他 特朗普或许还有中国 泽连斯基说 我们知道美国有能力完成 其他人完成不了的非凡的事情 为了成功结束这场战争 我们需要团结 需要美国 欧洲和世界其他 所有真实安全的人们的团结 我们还需要立场坚定 需要和平保障 特朗普在上周日表示 乌克兰境内的战争应当立即停火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要立即开始谈判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 佐夫科瓦表示 这次会议的议程问题之一 肯定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 获得加入北约的申请 以及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的安全保障 佐夫科瓦说 泽连斯基在周末与特朗普和马克龙会晤时 也提出了这些问题 不幸的是 很明显 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 目前仍然无法实现 我的意思是 只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继续下去 我们就要打下去 直到我们获胜 佐夫科瓦表示 现在在我们加入北约之前 我们需要适当的安全保障 克里姆林宫周二表示 乌克兰战争将继续下去 直到通过军事行动或谈判 实现总统普京设定的目标 普京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打算 并从俄罗斯吞并的四个乌克兰地区 全部撤军 基辅拒绝了这些条件 认为这无异于投降 俄罗斯国家议会 杜马已经通过法律 将乌克兰的这四个地区认定为俄罗斯领土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周二在记者会上说 当俄罗斯总统和总司令确定的所有目标 都得以实现的时候 这场特别军事行动才会结束 佩斯科夫说 目前莫斯科与基辅之间没有对话 因为乌克兰方面拒绝任何谈判 另据基辅独立报消息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Vold Austin 上周六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会议上说 自从俄乌战争在2022年爆发以来 俄罗斯方面在战争方面的开销 至少为2000亿美元 伤亡数字超过了70万人 奥斯汀说 在俄乌战争的头一年 俄罗斯部队的伤亡 超过了二战以来任何一场冲突 最近几个月 俄军每天部队损失至少有1000人 基辅独立报说 这些数据与乌克兰军方掌握的数据非常接近 乌克兰军方估计 截止到12月9日 俄军伤亡数字不低于75万人 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布俄军的伤亡数字 他只是说 自己的伤亡人数低于乌克兰军队 泽连斯基说 乌军在战争爆发以来 共损失了4.3万名军人 美国制裁 破坏全球防火墙的中国公司和个人 并起诉和悬赏通缉涉案中国公民 美国星期二 12月10日 宣布制裁一家中国网络安全公司 及其一名员工 称其在2020年的一次网络攻击中 破坏了8万多个防火墙设备 这名员工同时面临美国的起诉 和最高达1000万美元的悬赏通缉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已对总部位于成都的四川无声信息技术 Sichuan Sil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any 及其员工关天峰 国安Telfon 因应实施制裁 原因是 该公司在2020年4月 发动了针对包括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在内的 全球防火墙的攻击 财政部指出 在三天的时间里 关天峰利用了防火墙产品中的漏洞 并针对全球约8.1万家企业部署恶意软件 目的是窃取数据 包括用户名和密码 同时还试图用勒索软件感染计算机 财政部称 在受到攻击的防火墙中 超过2.3万个在美国境内 其中36个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公司的系统 与此同时 美国司法部宣布 关天峰受到起诉 司法部星期二发表的声明说 印第安纳州哈蒙德的一家联邦法院 当天公布了一份起诉书 指控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官天峰 2020年参与串谋 对全世界防火墙设备的无差别黑客袭击 司法部的声明指出 关天峰和同伙 为四川无声信息技术公司的办事处工作 司法部提到 该公司的网站显示 该公司开发了一条产品线 可用于扫描和检测海外网络目标 以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为中国公安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提供服务 司法部说 关天峰和同伙发现 和利用了总部在英国的索房市 Sophouse公司销售的某些防火墙的 一个先前不为人知的弱点临日漏洞 利用这一漏洞的恶意软件的设计目的 是从被感染的计算机窃取信息 而如果受害用户试图补救 则对这些信息加密 司法部说 关天峰和同伙 感染了全世界大约8.1万部防火墙设备 包括一个美国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防火墙设备 被告以及同伙 利用了数万网络安全设备中的一个漏洞 用恶意软件感染这些设备 旨在从世界各地的受害者那里窃取信息 司法部副部长 丽莎摩纳哥 Lisa Monaco 在声明中说 今天的起诉反映出 司法部致力于与全政府和全球的伙伴合作 发现和追究基于中国和其他地方 并对全球网络安全构成威胁的恶意网络行为体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院宣布了一项正义奖励 Reward for Justice计划 悬赏最高达1000万美元的金额 寻求有关四川无声信息技术 或关天风的信息 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Matthew Miller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美国将继续使用其掌握的所有工具 来保护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和美国人民 免受不负责任和鲁莽的网络行为者的侵害 包括中国恶意网络行为体 他们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 和最持久的威胁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